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抵押权这一块的第三处考点 不动产抵押 那么这块内容呢 从复兴兰动物来看的话 比我们上一讲啊 动产抵押里面要简单一点 那第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抵押物的范围 不动产这一块里面 它既有房也有地 那么它可以是建筑物 或者我们的地上的附着物 像宁木都是 还有建设润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正在建造的建筑 看到没有正在建造的可以 但是你不能拿海市圣楼 将来的那玩意不行 不能画大饼给我们啊 是吧 土地基因权这一块里面呢 在我们国家目前有两种啊 一种是呃单个的 家庭承包这种方式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听过的这个挣钱大户 专业合作社 是不是啊 那么通过招标啊 拍卖啊 公开协商等方式 承包农村土地 并依法登记 取得我们全属证书的土地经营权 啊 那么土地经营权罩里面做抵押呢 咱们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们还是要照顾什么呢 哎 农户罩里面这种承包的土地经营权 做抵押 他要简化 探地外 啊 他自我们这个抵押和人生肖时 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就设立 这点跟我们前面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类似的 哦 因为照顾里面是什么呢 哎 是农民 农户 剩下来的 不动产做抵押 抵押权通通是什么 通通是登记时设立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房跟地 它是一体的 你不可能把房屋吊起来 那吊也是一时不是一时 所以凡地一体原则呢 就体现出两者具有贯通性 那么这个几条你们怎么样理解呢 那我举一个示例 您听着啊 说埃权里面 哎 他把一块地皮呢 做抵押 抵押给公寒 那么这个抵押物的范围 不仅局限于我们这块土地石温泉 还包括什么呢 地上现有的 这种房子 也一并成为我们抵押物 正在建造的房屋 已经建成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抵押物的一部分 但是 你之后 办完登记之后续建的 你包括我们尚未建成 在规划当中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公寒里面的菜 你说不是我们公寒 网里面菜不是我们公寒这抵押物 公寒不能就续建和这个规划的这些房子 来主张优先寿产的抵押权 那谈不上 反过来讲 如果拿我们这个建筑物做抵押 这个建筑物呢 是正在建造的话 那我们也仅仅是什么呢 是建成的部分 和我们下面这个土地石温泉 你续建的 和新增的 都不是我们抵押物 那房地一体 将来在行使抵押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把新增的建筑物给它吊起来 因为它建在我们这个抵押的土地石温泉上面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是可以一并拍卖变卖 甭管是现有的 还有我们后面新增的 全给你卖掉 但是卖完之后呢 我们仅有对土地石温泉 对现有的房屋的拍卖所得 和已经建成的部分的 拍卖所得的价款 优先寿产 对新增的续建的 你谈不上有优先寿产权 因为它们就不是我们的抵押物 不是我们往里面猜 好 这条文我不再去念了 您自己去看一下 只如我们讲 这个土地石温泉和房屋 如果分别抵押给不同的债权人 他们之间的先后顺势 那我们就看什么的公事的时间 那么公事里面洞产的话 我们是看我们的看登记 是不是 不登场里面 我们也是看登记的 这样一个时间问题 好 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是 不得抵押的 哪些属于我们不得抵押的 那么这一块里面 是容易出我们的小题目 选择题 第一个 土地石温泉是可以认来做抵押 但是土地所有权 那属于国家的 或者集体的 那他们上做抵押问题 第二个 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上等集体所有的土地的 属实论权 它例外 除非是可以认来做抵押的 除外 第三个 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等 公益为目的的 成立的非盈利性法 的教育设施 医疗 医生设施 和其他公益的设施 那肯定的 你把一个学校里面 这些教学楼做抵押 那完蛋了 一拍卖变卖 我们都得下个 孩子们都得回家 第六个 所有权 实论权 不明会有争议的财产 他也是不得论的 来做抵押 但这块里面呢 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关于哪 我们所有权 实论权 不明有生意的财产 做抵押的话 他如果满足 无权处分的 那我们的债权人 有可能会 善意取得抵押权 你比如说 I2里面 这设备呢 不是他的 设备是人家B的 但是呢 目前这个设备 所有权 严重有争议 现在 那这设备 抵押给C C如果是不知情的话 对吧 我把钱借给你了 我有合理对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 C罩里面 只要满足 上亿取得 这个要件 他照样可以 取得的该设备 什么 这个抵押权 所以上亿取得的 他的范围 不仅局限于我们的所有权 还包括我们其他那些物权 好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 这块里面 也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那么这块内容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这个建筑物本身的存在 它是合法的 它不是违禁 只是目前什么呢 被法院贴分条 因为你欠钱 因为你欠税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如果拿这样一个房屋建筑 做抵押 那能办登记的抵押权 可以设立的 关键抵押权好不好使 能不能行使 那就得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 人家有分条 对吧 有司法机会的分条 有税务需要分条 怎么办 只有这个分条解除了 保全措施解除了 那我们债权人呢 才可以行使这个抵押权 但不管这个抵押权 能不能行使 这个债务人抵押人 以这样一顿标的物 和债权人所签订的 这份抵押 这可是一个债权 它原则上是什么 有效的 不会因为我们抵押物 被查封扣押这个状态 而致使我们这份抵押人 是无效 林主张无效 反而不如支持 因为一纸协议 它是个债权行为 只在我们双方单身之间 产生权利跟义务关系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建筑物就不应该存在 什么叫不应该存在 比如说 违建 那城管给你扒的 是不是 你存在本身就不可法的 你以这样一个违建的房屋 做抵押 那我告诉你 这个抵押 它就是无效的 你更谈不上我们抵押权问题 抵押人都无效 但我想问你啊 拿土地使用权做抵押 地上有违建 你能否说 这份抵押人 它也是无效 这不是 这不是啊 你把房子扒掉 我地皮还是合法的担保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后面几个提示里面 它就是我们这个民法 给担保的司法解释 那第一条 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啊 看是否满足 上一取得 制度的药剂 那么第二个里面呢 你能否行使抵押局 就看什么 这些措施 有没有解除 能解除的 你可以行使 没问题 对吧 但不管能不能行使抵押局 你都不能以这样一种标的物 来主张 我们抵押 它是无效 它不得 那第三个 就是违法的建筑 存在本身就是不合法 就不应该存在 所以我们定性是什么 是抵押 它是无效 但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救济 在医生法庭辩论 尊敬之前 也已经办到了合法手续 使违法建筑 变为合法建筑 它是立法 那这也是我们明法典的立法里面 对我们无效的行为 判决时采取一个谨慎的原则 就尽量 不要把这份协议 归到我们无效这一类 那么这条里面 其实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第四章里面 讲典型的主要里面 就会讲到 邹令和等 你邹房里面 如果房屋是违法的建筑物的话 那邹房协议照样是什么 无效 同样强调 在医生庭审 辩论 尊敬之前 如果他取得我们合法的手续 那我们不按照无效来处理 谈例外 好 那建设论地 实论权照里面 做抵押 地上有危机 你以此呢 那主要我们抵押 可能无效的 发生什么 不如支持 这是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内容 这一块我们讲是不难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下列各项里面 属于禁止抵押财产的事 这种小题目是白顺风的 土地所有学 不得做抵押 海域实际学生产设备 正在建造的建筑 包括我们正在建造的 这个汽车 飞机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选A就行了 好 我们看第四个 不得抵押权的设立 那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分两个层次 有登记设立和登记对抗 那么登记设立呢 是99%的情形 对吧 那我们就看什么呢 登记对抗 这个例外 这个例外是什么呢 以家庭承包方式 照顾我们的农户农民 那么他这里面呢 是抵押权 自我们抵押权生肖时 设立登记 只起对抗中 那么就算我们 这儿里面登记设立 你没办登记 请问影响我们这个 土地生权建筑物的 抵押权效率吗 不影响 为什么呢 那就是物权跟债权分离原则 这句话啊 我们目前的教材里面 没有这句话 但这句话呢 是我们理解后面的 很多司法解释的一个原理 为什么说物权在里面 他不影响我们这份协议的效应 那就是我们这儿物债分离 这物权是物权 债权是债权 你没办理登记 你最多是影响你的债 你的物权 对吧 你抵押权不能说定 但是他不影响我什么 债权的获得效率 好 我们看第五个 关于未办你登记的法律后果 因为拿不正常做抵押 我们原则上是登记设立 必须要办的 对不对 你没有办你登记的话 你是没有抵押权 没有物权的 你只有什么 抵押和生效问题 你将来没有办法 行使抵押权 所以呢 我们迁往这份抵押人之后的话 那我们的债权人 是有权力要求我们抵押人 协助我们去办理 不顿产的抵押登记的 那对此请求法院是予以支持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是办不了 那我们就要找原因了 为什么这房子 它办不了抵押登记呢 是我们抵押人的原因 还是 非归属我们抵押人的其他原因 所以我们要分两个层次 这两个层次 它变成我们最高人民法律的司法解释 我想这些活动人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要找这个原因 如果是不可规则如抵押人自身原因 房屋 因雷批 李氏流 消灭了 那肯定办不了 是不是 被政府征出了 那也办不了了吧 这些跟我抵押人 没办法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 你这权人手里面没有抵押 但是我们这份协议 抵押人 它是有效的 那我们这权人 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抵押人 对自己承担责任呢 毕竟这跟我没关系 不是因为我自身原因 所以你债权人 请求抵押人呢 在运动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反而是什么 不有支持 这不就基本禅食吗 但是 如果抵押物 它上面有物上代位 你说抵押物被政府征收 灭失 有保险公司的保险金 赔偿金 补偿金的话 这个呢 债权人可以请求抵押人 在获得金额的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予以支持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抵押人 对债权人不需要承担责任 但是呢 他有物上代位金的话 我们要承担赔偿的 在这个代位金的范围内 反之 如果这个办不了登记 跟我们抵押人有关 你看 可规则是我们抵押人 自身的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让他 在预论担保范围内 承担责任的话 法院肯定是什么 予以支持 那么这个责任范围呢 不能超过 抵押权能够设立时 抵押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比如说 这个不动力产里面 担保物的价值呢 是80万 对吧 就算你这个抵押权设立 我给你赔付的 你优先授产的 也就是100万里面的80万 您现在让我 承担了100万 那就过分了 不能承担 不能超过的吗 抵押权能够设立时的 应当要承担的责任范围 就是我们的担保范围 好 我们看第四块 抵押担保的范围 那么抵押担保的范围 我们是先看预定 对吧 你们俩签抵押权设立时 哪怕设备价值120万 但签协议说 这设备我就担保80万 那我们就按照80万 为担保的范围 反正如果你们协议里面 没说好我们担保的范围 那我们是全额担保 什么叫全额担保呢 这个设备的拍卖价款 它需要承担四笔的债权 第一个主债权 进行利息 100万 进行利息 第二个 违约金 第三个 审害扶产金 第四个 实现担保物权 什么叫实现担保物权费准 这设备 我不可能自己去卖吧 我得找拍卖行去拍卖吧 拍卖行不是白马 或者是收手续费的 这边是我们的实现担保物权费准 也是从我们的担保物的拍卖价款里面 予以支付的 那么质押里面 它的担保范围呢 它跟我们的抵押是类似的 首先也是看双方的质押的预议 如果没有的话 它是四加一 也是全额担保 全额担保里面有加一 因为质押 动产做质押 它要转移占预 得给我们治权人干嘛 来保管这个质物 所以它照里面多一笔 保管担保物的费润 那么刘志里面谈不上什么呢 之前有一支协议 有我说过 刘志权它是法定的 所以照里面还需要说 单事人另一异议的除外吗 没有 是不是啊 他就是法定的担保范围 这个担保范围里面 同样是什么 全额表现为四加一 刘志 是我们刘志权人 他扣留这个担保物 他扣留的时候 就富有保管义务 所以除了我们主债权 进行利息 维越金 审开不担金 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率之外 还有一个保管的费率 所以你真正的理解了 质量里面就不需要去背 也很好能够区分 好我们看第二个 紧压物的物上代位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如果办不了登记 是非抵押人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抵押物能换到钱回来 比如说保险金 赔产金 赔产金 它就相当于灭尸的 回省的被真收的抵押物 所以抵押权人对这些 贷产物 贷产金 它照样享有优先受产的权利 那质量里面也是一样的 质量质量照样什么 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 赔产金 补产金 优先来受产 好我们看第三个方面 光抵押财产的被天赋 天赋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的 是不是 附加 混合 加均 那么天赋里面 我们就要看天赋之后的 这个担保物的归属 那归属这块里面 无非是有三准情形 你们都不用备 你看 一个标的物 担保物 如果存在天赋 天赋之后的 这个先物 它归属 第一个 如果是归我们抵押人 那很简单 既然归抵押人 那这个天赋后的标的物 就一并成为我们的抵押物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可以什么呢 主张 抵押权 抵押权 挤入我们的天赋物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 经过天赋之后 这个担保物的市值 有增值 你比如说 我之前举过示例 对吧 打家具 把别人的油漆 刷我的家具 我家具是担保给您的 对吧 那现在刷过油漆的家具 还是您的菜 但是刷过油漆的家具 比之前没有七位的家具 它的市值要高 那么增值上里面 假设增值一百块 这个一百块钱 请问抵押权人 对此有优先受产的权利吗 没有 有优先受产 那作为抵押权人 你就有不但得力 因为你原先担保值 他就没有油漆啊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家具还给你担保 还是你的菜 但是增值部分的 你谈不上优先受产 咱本着公平的原则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如果天赋之够 归他人 比如说 我门口的钢材 被你盖到房子里面去了 我刚才是抵押给别人 现在这个抵押我干嘛 被你盖到房屋里面 归你了 那就我问你 那个债权人 他找我 还能够行使抵押权吗 不能 对不对 刚才干嘛 归你了 就不是我们这个抵押权人 往里面菜了 但是你应该给我赔付 所以这个赔偿金的 他有物善待味的性质 对不对 所以你要赔我一百块 你一百块干嘛 我要给他优先授产 好 第三准刑是什么呢 是归我们俩困有 归困有 你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过的 木材里面 做家具 我把你们家的木材的 也整我们家家具里面 那么 天赋后的这些家具的话 假设我是以现有的家具 和将来的这些家具 都抵押给我们银行 那我就问你 那么银行账里面 抵押物的范围呢 就基于我们对 棍有物 棍有的份额 如果棍有的家具里面 有30%是归我抵押人 那我告诉你啊 抵押权对棍有物 属于我们抵押人 30%份额范围内的财产 它照样有抵押权 有优先授产权 所以我们就要看 被天赋之后 这个标的物到底是归谁 所以我想这块里面呢 跟我们的基本常识也差不多 就能稍微注意一下啊 照里面有句话 抵押权效率不及 我们增加的价值部分 这一点我们得注意了 还体现我们公平原则啊 如果那块属于0的话 就说有点什么 有点属于不但得力了啊 好我们看第四个 从这块内容不难 啊那你看 我把电视机抵押给您 在我们的抵押权设立之前 电视机就有遥控器 它就有 不是我后来买的 所以您这个抵押权里面 效率肯定是 集什么呢 从 但是我当时拿电视机做抵押 这个电视机当时没有 遥控器 就是我们签抵押 它就没有遥控器 是我们在做了抵押之后 之后我自己再买了一个遥控器 那我就问你 这个遥控器能成为你我里面菜吗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时抵押权设立时 它没有这个遥控器 类似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到 说这个房屋里面 我们仅旧于现有的 对吧 还有建成的 你后面新增的 那都不是我们的 担保屋的范围 跟这原理是类似的 所以在抵押权之后 产生的层物 效率不激入我们 但是我们在拍卖时 可以把电视机跟遥控器干嘛 一并拍卖 只是说这个遥控器拍卖干嘛 10块钱 你对此无权优先受传 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菜 同样 质押里面 因为质押体现什么 交付 所以哪怕我的电视机本身有遥控器 我在把这个电视机质押给人时 我只是交付了电视机 我没有交付遥控器 那我告诉你 您的治权 即入我这儿遥控器吗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治权的设立就顿材而已 它必须要履行一个法定的内容 即交付 你没有交付 那我们的治权对此就没有设立 所以在我的遥控器上面 你还没有设立什么 治权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关于抵押人的权利 这块支持点 至关重要 你甭管我这儿里面 有没有标注2021年案例分析题 我们在去年上课里面 就着准强调 转让抵押物 出租抵押物 考生必须要会的 这块里面要结合我们最高明法院的相关的担保 司法检视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我们转让抵押物的一些要求 首先第一个问题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物 这一点跟我们过去民法守则不一样 他不需要经过我们抵押全人点头同意 不需要 是可以转让 为什么抵押人可以转让 第一 抵押物 他所有权没有转移 还是我的 还是我抵押人 是不是 第二个 他要维护我们这个抵押人正常的经营活动 所以立法者才赋予我们抵押人 有这样一个可以转让的权利 他后面有一个小尾巴 说当事人另有任的按照其认 因为你们两人之间有限制转让 或者禁止转让的条款 那得按照其条款 你别忘了 约定他只是通过和同条款 这是一个债权行为 债权具有相对性 只宽双方当事人 就是抵押人和抵押权人 一般来讲 这个条款效率不及于第三人 就这一块里面 待会后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好 那么抵押物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 那我们前面就讲过了吗 抵押权它说我们担保物权 它具有不可分析 所以你抵押物转让 我抵押权照样可以行使 但是你别忘了 不是一概而言 什么情况下受影响呢 你应该听过我前面讲过的 第一个动力厂做抵押权 连这个抵押权没办登记 是不是没办登记的话 你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那不好使了 这时候就要受影响 第二个还记得吧 动力厂里面做抵押的话 如果说 它是一个正常经营 或者里面买卖 哪怕你扒了登记 你也不得对抗 正常经营活动中 已经支付了合理价款 并取得该抵押财产的买售人 这两种情况下 你抵押权不好使 所以才有我们下面 挽救你权益的规则 那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不要你同意 但你要通知他 如果他能够证明 你的转让会损害到 他的抵押权 比如说这两种情况下 他的抵押权就包持 那此时我们就给这个 抵押权人呢 自救的机会 如何自救呢 二题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有权利要求这个抵押人 将转让的所得价款呢 向抵押权人提前清拿或者提成 这便是我们在救济抵押权人的权益受损的一个方式 那么后面这条里面 转让价款超过的 多退少补吧 对不对 这很简单 好 这是转让抵押物理的 民法典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那我们这两个提示呢 他就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 就是围绕我们刚才这个小尾巴 当事人另有一定的 按照其余金 那么这块内容呢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签协议的条款 那只是债群行为 他最多是什么呢 约束我们双方单事人 他具有相对性 对吧 你要想让这份条款 对第三人也具有约束力的话 那人就得公事 那公事通过什么呢 两个字 登记 所以我们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呢 他就是什么呢 分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 哎 没把这个预定办登记 后果是什么 如果把这样一个预定呢 他办登记 后果又是什么 那我们条文呢 先不念 咱们还是先把这个小事例听明白 好 您听啊 说哎 他欠我们B的100万 对吧 拿一设备 做抵押 那现在是什么呢 在签计我们抵押 可能输的时候呢 就说好了 哎 说哎 你不得 转让 哦 我禁止你转让 那么这样一个条款 对我们第三人 是否能产生效率呢 我们假设 哎 事后呢 不听话 偏偏把这事 就转让给了我们C 那第一个问题啊 债权 就是A跟C 那里面所签订这个 抵押担保物的 美妙 它是否受影响 你要明白 签这份美妙 的话 这是一个债权行为 债权具有相对性 只约束我们A跟C 在A跟C之间 产生权利跟义务关系 所以我们说 哪怕您这个条款 没办登记 或者您办了登记 对债权行为 有影响吗 通通没有影响 所以A跟C 那里面所签订的 这份设备的美妙 在AC之间 是有效的 你主张这个美妙 还是无效 那法律什么 不有支持 那么第二个问题 说A把这设备 交付给了我们C 这个交付 它能够产生 误权的辩论效率 我们白话来解释 就是C 能不能取得我们 设备的所有权 那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了 那大家看 您之前这个限制 或者禁止性的约定条款 或者和他们 他有没有办登记 所以登记的官司 它影响的 不是我们买卖协议 而是影响的 物权的 对吧 所以 这儿里面 我们要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 你如果没办登记 那C照里面 是可以获得 物权的 所有权 对不对 反过来解释 如果你罢了登记 那登记能起官司 那就意味着C 你不是不知情的 你是明知的 对吧 你明知的情况下 你明知我们 不能转 你还偏偏拿手里买 您说 你会能够取得物权吗 所有权吗 那肯定不能取得 你说是不是 当然也有一个例外 什么例外呢 人家C就看准的这设备 你现在不是B层尊做腰做梗吗 对吧 他就问A 说你跟B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他层尊做梗啊 A就告诉他 我欠他一百万 我把这设备做抵押 他让我不要卖给别人 C 人家有钱 对不对 他找到B 说一句话 我给你一个E 你他妈闭嘴 什么意思啊 我消灭你的主债权 那请问B对我们的设备的成权力 抵押权还有吗 没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转让 哪怕你登记了 禁止转让 我照样可以取得物权 这是一个例外 否则 对限制禁止 进行与阵队的话 登记能影响到我们第三人对受让务的物权问题 所以您听完这个小势力 您心里必须要明白 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债权行为 无论登记如否 不影响债权行为 对吧 第二个物权行为 我们才看什么 登记 是不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条文啊 第一个呢 当事人有点禁止 或者限制转让 抵押物 但是未见有点登记的 没办登记 说抵押人违反了 转让抵押物的话 抵押权人请求 确认转让 可能无效 法院不如支持 这债权不受影响 那么抵押物 已经交付或者登记的话 抵押权人请求 确认转让 不发生物权效力 我和 法院也不如支持 因为你没把这个 预定办登记 是不是 但是 抵押权人有证据证明 受让人知道的 除外 那你明知 你不在上意的 那我们想 虽然 我对抗不了第三人 因为我没办登记 但是 你我之间的 这个 禁止 限制 转让的 余地 它在你我之间 有效 你呢 没听话 你转让了 那你应该对我承担什么 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法院肯定是什么 瑞支持的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说这个限制或者禁止 现在约定的 他罢了登记 抵押人 还是 唯一反应 转让了 抵押权人 请求 确认 转让 和他无效的 法院不如支持 所以我说 登记 如否 跟 债权行为 无关 债权 这份协议 买卖协议 为 有效的 好 你登记的话 它将会影响到我们 受让人的 误权 所以抵押权人 主战 转让 不发生 误权的 效力 法院什么呢 予以支持 但是 但是啊 引寿让人 待记 债务人 清偿 债务 导致抵押权 消灭的 除外 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呢 替我们 把B这 一百万 给你还 我消灭你的 抵押权 你主债权 没有什么 抵押权 消灭 那我这里面 哪怕你半人计 我照样可以取得什么呢 标记物的所有权 所以 你初次学习 感觉文字特别多 真正把背后的原理找入 很简单 不难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 出租和抵押 那么出租和抵押里面 咱们前面也说过一个 前面是什么呢 是先抵押 后出租 是不是啊 我们说抵押 如果没有办理登记的话 你不得对抗 已经转移战友的 陈族人 是不是啊 那这儿是什么呢 这儿是先出租 后抵押 在抵押权设立之前 抵押物就已经出租 并且转移战友 那这个租赁关系 就不受我们抵押权 这儿影响 这个呢 我们法学界的话 也有一个俗语 叫什么呢 叫抵押不破租赁 您后面学第四章 会听过什么呢 叫买卖不破租赁 这儿影响 是抵押不破租赁 其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出租在先 你抵押什么呢 在后 哪怕你抵押权行使 那州令关系 他不受我们抵押权的影响 人家照样是州令欺瞒 才会把标的物 返还给新的买主